各位投資者大家好,我是人業投顧分析師高志明 在週三為各位做台股的一個投資分析 因為今天是台時期結算日 我們可以發現在整個國際股市 因為等待聯準會會後的一個絕育出來前 處於觀望的一個時間點 台股卻在基建期會結算日出現一個拉高結算的動作 但主要是因為這個全市龍頭台積電帶頭零攻帶動指數一路開高 開高之後一路向上走高 最後中場是大上百點 甚至成交量也有放大到千億元的一個水準 所以是一個帶量上航的表現 那如果我們不考量明天凌晨 這個聯準會可能會有一個拉掉耐心自演的一個風險下 技術面今天台股應該是一個轉牆的一個表態的一個訊號 但是因為今天是一個台日子期結算日 是不是台外資是做一個拉高結算的動作 其實還有待觀看 不過就今天結算後 外資在期貨的一個布局 你看著這個外資好像似乎持續看好未來台股的一個後事 這個稍後再做一個說明 那當然今天主要是能夠拉拉高結算還是台積電的一個帶動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禮拜二之前呢 外資其實已經開始在重高調節台積電了 最下面這個一個外資的建築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從商業初開始外資已經買超力道已經縮小 甚至已經有逐步一個做一個調節也衝擊到台積電有拉回到 越線之下的一個情況 當然主要是因為這個市場 有外資開始看好可能三星的S6會再創一個銷售量也有機會 再創一個新高也讓這個外資有開始調節這個 機器相對較高的台積電去買三星這個機器目前還沒有創高的 對於股價還沒有創高的一個三星的股價做一個配對交易 導致還要近期台積電下三星上的一個情況 但是因為今天又傳出台積電的這個10奈米製程的一個進度是超超越這個英特爾 使得先前轉向英特爾頭單的這個客戶呢 有機會在10奈米的這個相關產品呢 會在台積電跟英特爾中間做一個選擇 那當然就有機會 那這個當初流失的客戶呢 就有機會重新再回頭下單給台積電 那當然對外資來講的話 這將會是他在蘋果訂單搶贏三星之後的另外一個利多 就是當初流失的客戶又再度回頭來找他 那主因是因為他的先進製程領先對手 那外資有在意跟買進的理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外資也開始再度挑高台積電的一個目標價 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是有機會進行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就是台積電的股價 那如果全自動口再創波段新高的話 對於台積電的一個推測力量就會相當大 當然就指數來講的話 也有機會隨著台積電股價創高 而同步走高 這是就台積電可能的一個方向 當然如果明天凌晨 這個顏準會是有拿掉耐心的字眼 那當然市場的一個焦點將會開始轉向 在何時美國會進入新一輪升級循環的一個推測 當然這也是一個不確定性 會不會造成新的一個國際股市的一個波動 這是我們需要留意的風險 那當然即便要接下來台股有再創高 那我們就要開始小心台股創高之後 會不會外資出現一個獲利了解的一個情況 當然指標股第一個就是觀察剛剛提到的 多頭的一個全子股台積電能不能續創新高 那如果長不動的 到時候如果出現長不動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要小心 再來就是較弱勢的全子股 有沒有比如說鴻海有沒有在鄉下破底 如果強勢股漲不動 弱勢股繼續破底 那我們就要小心 這個指數可能會有回檔的疑慮 這時候我們操作上就要開始轉為保守 甚至你手上持股相對較高的投資人 就要適時的開始做一個減碼 那當然這個是接下來要觀察的 但是就短線來講的話 不管是籌碼面或者是基本面部分 是有力台股在續攻 新高的一個機會 當然就櫃蠻指數部分 先前也一直提到 在過年前其實 這中小提股是相對受到壓抑 那隨著過年後 資金開始回容之下 我們也發現櫃蠻市場的熱度 有是逐漸提升 甚至到指數也開始逐步墊高 只是近日沒有辦法再續創新高 而且近幾個交易日都是在屬於橫盤整理階段 當然主要還是等待 在他們全值較重的生計股核實來轉強 那生計股又是在等這個月底要即將掛牌的這個號頂 掛牌後才會比較明顯的一個比較 因為目前號頂的股價還沒有太大的一個漲幅 那可能市場預期是在掛牌之後 才會有出現一個蜜月行情 那當然這時間點會是在接近月底的時間 那當然如果號頂可以有出現一個蜜月行情 那生計股就會出現一個底價效益 那當然生計股轉強 當然就有機會推升貴買指數再向上公高 這時候中小行股的活潑度就會再度提升 所以就中小行股的操作可能 頭身可以等到月底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明顯的一個 加量期的表現 再來考慮是否要再做一個加碼的一個動作 但是在此之前 如果大行股出現長不動的話 那也要留意 是不是要先做一個獲勵了解或是解碼的動作 那剛提到就外資來講的話 今天是在期貨結算日 因為是要拉高結算 所以它先會是大盤105億 那最重要的是在今天期貨拉高結算之後 它進空單還在增加了1萬口 整個流昌多單來到18964口 又再度接近2萬口的高檔水位 顯示 台股是 外資是強的 相對看好接下來台股的表現 當然 有可能主要是看好台積電接下來有機會去公高 因為台積電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買進理由 讓他們可以去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當然台積電能夠創高 加前指數就有機會同步創高 這有可能是外資願意在這個指數位置 還在大力做多台股的一個主要願意 所以接下來可以留意 外資在期貨多單是否有在持續加碼 或者是拉高指數創高之後出現一個大幅解碼動作 這是要留意的 那當然 如果 在明天 這個聯準會 會後 整個國際股市沒有出現太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那當然 台股就有起 機會持續維持目前的一個多投格局 持續往上攻 那投資人就可以 比較有積極的一些操作 那當然可以留意的是一個是 我認為光纖股市投資人最近可以留意的個股 因為 目前隨著整個產業開始進入一個長同旺季 那整個標案訂單也開始慢慢釋出 所以整個國際光纖股也開始從股底翻牙的一個情況 這是美國的一個光纖廠 它進行股價也是從去年底已經出現明顯的一個反彈 那它 是這個 波洛威的一個主要客戶 那我們也會發現 波洛威最近股價也有開始出現一個 底部表態上空的一個情況 當然 隨著它的客戶股價能夠持續走高 甚至客戶上空 本季的 下一個第二季的一個運輸展望 相信它的定安就會開始逐步回落 所以我們在它的營收 就波洛威的營收也可以看到 接下來應該會有逐步回落的一個表現 那對於它的股價來講 就有機會推升它出現一個補底翻牙 就像它的客戶一樣從底部開始逐步墊高的一個表現 這個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同事人是可以留意這種底部 期漲的個股 目前操作會是相對安全的一個標的 另外一個位階相對較低的個股 則是FTPK 雖然在近上半年它的營運還會是處於一個谷底的狀況 但是它主要今年的一個機會點是在於 這個蘋果開始採用壓力觸控面板這部分 在Apple Watch已經開始採用 那接下來不管是推出了大尺寸iPad 甚至iPhone 6s都有機會陸續採用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FTPK是主要的供應鏈 隨著這個蘋果的一個新產品開始量產之後呢 當然對於它的營運就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推升力量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近期股價雖然沒有太明顯的發動 但是外資其實已經有開始在底估 做一些收籌碼的動作 今天是有放量突破一個近期的整理區間 那因為就目前來講的話 不管是內外資法人都十分看好它接下來的一個營運 至少去年應該是它近期的一個營運股底 那隨著這個Apple Watch開始上市 下半年iPad開始上市 甚至年底的一個iPhone開始上市 它的營運也或者是營收 將會呈現一個主機走高的表現 當然股價自然就有機會往上走壓 再加上蘋果開始採用之後 非平陣營會不會登基 這將會是這個TPK接下來的一個營運的一個潛在動能 所以在這個強大空間不小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我相信它股價應該會走出一波比較長的一個行情 但它的風險就在於蘋果的這個產品交售貨物預期 但是以目前在開這個Apple Watch 在剛剛發表之下呢 要面臨這個產品交售數字下酒 可能要好幾個月 甚至一兩季之後才會出現的這個利空 所以短期間應該股價比較不會有一個大幅度的拉回 投資人可以逢低、早點做一個介入 再來則是先前已經跟投資人介紹過的這個 Under Armour概念股1464的得利 這兩天是因為短線漲多之後出現一個拉回 再加上週一的一個董事會 他只有公布去年的一個獲利 並沒有同時公布他的一個鼓勵政策 他去年因為業外的一個出售土地貢獻的BPS 是來到4.14元 那當然市場預期他應該會配相當高的一個限制股利 那以他目前的股價16.65元來講的話 只要配超過1.7元 他的殖利率就高達10% 那如果他賺的4.14元全拿4塊錢來配的話 或者是3塊多 那他的一個殖利率就會高達20% 他的限制殖利率就超過20% 那對於假如長線或者是要賺限制殖利率的投資人 是非常大的原因 我們優先我們可以觀察近期的盤面 對於高值利股市十分的熱衷 只要你公布你的股利政策是處於高值利率 通常股價都會出現跳空漲停的一個情況 所以預期接下來在他公布股利政策之後 股價應該還會有一波向上反應的機會 所以此時的拉回 反而是投資人重新介入的一個機會點 尤其我們會發現 在今天回測月線之後 馬上留下一個下零線 其實已經可以顯示下降是有非常強大的一個支撐 甚至今天是量是相對的大 算是近期的大量 又是留下一個下零線 可以顯示下面的支撐力量是非常大的 短線要在向下跌破的機率相對較低 尤其前兩波大量點剛好也是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今天是明顯回測大量支撐區之後 出現一個反彈 那接下來只要他的股利政策公布 相信應該就有再創意到這個計畫 投資人士可以持續留意他接下來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一檔則是持續追蹤的3051L 先兩次跟各位分析 是說他的一個盈利利空 隨著2月零售公布之後 利空應該算盈利會有一個利空出境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隨著去年第四季財報公布 甚至三月營收公布 接下來應該都會利多 都應該都是會呈現利多的一個訊息 因為三月營收一定是會比二月營收好 第四季財報 將會有一個優於預期的數字 而且第四季財報公布之後 你就可以篤定他將會回復 擺脫懸額角而回復正常交易 所以對於股價來講的話 當然自然有一個支撐的力量 甚至我先天有提到 今年的一個重點在於 他的三個中國的一個面板客戶 今年都有新的8.0代產能會開出 那其中這個重點熊貓 他的一個新的8.0代產能 在近期已經開始做一個試產的一個動作 所以 預期接下來 立刻的一個訂單 將會有一個升溫的機會 那當然對於他的新產線開出 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接下來他的演手 應該是會呈現逐月走升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可以發現 在近期他股價是有開始每天 逐步墊高的一個情況 甚至近期已經轉回月線 那相信短線要看他在跌破14元 甚至跌破月線的一個機會 就相對較低 如果最近有跌破14元 我認為會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加碼點 那對於這檔股票有興趣的投資人 或許可以在14元以下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那相信他在這個月底到下個月初 就是公布第四季財報 要與公布三月零收的一個時間點股價 就會有一個轉強的機會 那投資人是可以趁著現在股價還沒發動前 做一個建立基本持股的動作 那以上是這邊為各位所做的一個分析 祝福投資人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謝謝 increasing 來做一個 不是 如果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